今天要说的故事来自2013年的3月 一名网友在Fortran上发了一则贴文 内容是关于他发现了一段诡异的影片 及恐怖的亲身经历 乍看之下 这段影片看似无头无尾 只是一名女人受访的影片 但当那名网友说出他是如何获取这段影片 与其经历时 大家才察觉到影片背后所隐藏的故事 可能远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大家好 以下的故事是本人数个月前的亲身经历 我纯粹想找一个地方分享出来 但不期望大家会相信 因为整件事情实在太疯狂 而且太恐怖了 故事始于一个朋友的派对 他是一个自由艺术家 正如大家的猜想 他是一个穷光蛋和失业人士 他的家在底律寺的工业区 周围都是被煤炭熏得乌黑 残砖烂瓦的工厂 而且多数都弃至甚久 可能有三四年甚至十年以上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们玩疯了 很多人都喝得烂醉 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因为赶不上公车 所以我只好睡在朋友的沙发上 但酒精永远不会让你一觉好眠 当我起身时 还只是凌晨四点 外头一片漆黑 喝得烂醉的朋友们 像一堆死尸般 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没有丝毫会起床陪我的迹象 我从窗户往外看 惊讶地发现 整座旧城区意外的美丽 三五城群的废弃工厂 在黑暗中仿佛是 魔戒中的堡垒要塞 散发出一种邪恶且神秘的美感 让人产生无限幻想 可能是酒精作祟的关系 我决定不再逗留 在这个破旧的小房子里 绝对要出去冒险一下 但我可不是傻子 不会自己独自外出 那样就像是在和劫匪说过来杀我吧 于是我打电话吵醒女友 苦苦哀求她驾车前来 想和她两人一起在这个人间魔镜中兜风 最后 在我的哀怨公事下 她答应驾车前来 到达后会再打电话给我 大约十分钟后 我的手机没电了 所以只能依靠在窗边 好让她到达时能看见我 不久后 睡意忽然袭来 我的眼皮 仿佛吊起了砝码 越来越沉重 不一会儿时间 便双眼一合 进入了梦乡 可街上突然传来的巨响 使我从梦中惊醒 我立刻四处张望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楼下的街道 仍是杳无人计 但仔细一瞧会发现 堆积的垃圾站 堆积如山的垃圾袋上 多了一台破烂不堪的电脑 那台电脑 被黑色垃圾袋包围着 衬托出它的存在 我不可能没注意到它 所以我笃定 它一定是刚才 从高空落下来的 不久后 女友来了 在我下楼时 碰巧经过那座垃圾站 看着刚刚跌下来的电脑 发现它只有荧幕被摔得粉碎 主机还挺完整的 似乎还可以使用 于是 在好奇心的诱惑下 我决定将它带回家 一个星期后 女友的提醒 令我想起那台电脑 于是 我将这台主机 连接到我的荧幕上 意外的是 它运行得相当流畅 进入桌面时 只感觉很空 因为整台电脑 几乎什么应用程式都没有 使用搜寻功能 输入一些奇怪的关键字 也都没有任何东西 直到我气馁地 输入电影 这个极为普通的搜寻字眼 这才跑出了一个叫做 Barbie.AVI的影像档 影片大约十分钟左右 看起来没有经过任何剪辑 一开始可以看见一名九十年代打扮的女子 坐在一张椅子上 背景是 纯白色的墙壁 而影片中的声音 被严重地损坏 吵杂的沙沙声 完整地掩盖女人的谈话 根本听不到她在说什么 我尝试利用软体 将噪音去除 但效果不太理想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我只能忍受住 那些噪音 去看这段神秘的影片 那个女人的样貌 和身体语言 慢慢吸引了我的注意 她那些貌似寻常的动作中 好像隐藏了什么 什么诡异的东西 这应该是个访谈影片 因为那个女人 不时会停下来 并展现出一副 细心聆听的样子 之后再说起话来 可当影片过了 大约五分钟后 那个女人的表情 开始有点变化 有些压抑或是拘谨 很像是发问者 问了一些 令她不安的话 但纵使如此 她仍然努力地尝试回答 可过了不久 她便开始歇斯底里地 哭了起来 这很难形容 感觉是那种 只有精神病患 才能发出的哭嚎声 这种情况 持续了数分钟 她的情绪 才稍微平复下来 但她仍满脸通红 应验地说话 虽然听不到她在说什么 但我可以 从她的唇形 阅读出她 不断重复两个字 皮肤 到了第八分钟 那个女人又陷入了 不可挽回的疯狂 失控地哭了起来 她好像很讨厌自己的皮肤 不时在镜头前 死命地乱抓自己的皮肤 直到手臂上 留下一道血痕 影片到了尾声 才聚焦到她的左臂上 原来那个女人的左臂 被人整齐地砍了下来 断肢的位置 换成尖锐的三角锥体 极为古怪 当我想仔细观看她的手臂时 镜头转为一片漆黑 访问也随之中断了 我呆愣地坐在电脑前 被影片那种疯狂和不安的气氛 吓得透不过气 正当我以为影片已经结束时 荧幕又出现了新的画面 这次镜头转到户外 摇摇晃晃的 像是第一人称的电影 影片开始的第二分钟 拍摄者在一条废弃多时 秀极斑驳的火车铁轨上奔跑 由于她的步伐实在太过急促 还可以清晰地听到男子 喘大气的声音 我不得不认为 她在逃离什么可怕的东西 到了第七分钟 镜头突然急转弯 拍摄者转入铁轨旁的密铃中 步伐还是那么的急促 密铃暗不见天 盘根错节 树枝和藤蔓密密麻麻的 拍摄者有好几次 都差点被绊倒 不一会儿后 画面中的树木变得稀少 道路也随之宽阔起来 不再是含糊不清的小路 反而是一条由木板铺成的道路 但影片到此也毅然地终结了 当我看完这段 和前一部几乎毫不相干的影片后 我感到十分震惊 因为我认的那一段破损失修的铁轨 它只不过在离我住的城镇 数十英里的地方 我就像个不安适适的青少年 幻想着自己是冒险小说的主角 从深邃幽暗的山林里寻找一名 以弄枯残废女士为了的狂魔 很明显的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 时间背后蕴藏的危险性 第二天早上 我开车前往那个荒废的火车站 背包里有一只手电筒 一些干粮 一部照相机和一把七多长的军刀 心里想着 这些东西应该足够用于这场冒险吧 接着 我用了整整一个多小时 走了四公里左右 才找到影片中那个隐蔽的入口 我在这片陌生的森林 走了很久 越深入其中 就变得越警惕 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强烈 而平稳地跳动着 血液中的肾上腺素浓度 不断增加 五感变得敏锐 危机意识 也越来越强烈 大约过了三个小时 小鹿和森林毅然中断 眼前是一片 看不见镜头的大草原 大概有四 五个运动场那么大 一栋破旧的房子 处立于大草原的正中央 我二话不说 立刻拿出照相机拍下这栋古老的大宅 和周围的景色 那栋大宅应该有超过五十年的历史 两层楼高 屋顶的瓦片 已经剥落得七零八落 左边的外墙也倒塌下来 露出生锈的钢筋 我久久注视着 这栋阴森的大宅 内心充满挣扎 一方面 我知道影片里的所有谜团 都是导向这栋大宅 但另一方面 这栋大宅所散发出的 不祥气息 使我却步 我的直觉对我说 里头 好像有人在监视着我 我神志可以感觉到 他那双不怀好意的目光 但最终 我还是鼓起勇气 提起双脚 慢慢地走向那栋大宅 接下来的故事 可能会让你们失望 因为我 并没有遇到什么变态杀手 但是 他仍然足以让我 直到现在 都不敢关灯睡觉 当我抵达大宅的正门时 才发现 他早已倒塌下来 我只能从旁边的窗户溜进去 一楼大部分的房间 都堆满了残砖烂瓦 没有什么东西好看 可当我到达二楼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二楼的房间 出奇地干净 而且还有一些基本的家具 仿佛一楼的凌乱 只不过是种保护色 用来遮掩二楼或是说 遮掩屋主的存在 我当时和自己说 不要太多心 但当我到厕所时 发现不能再欺骗自己的证据 的确有人住在这栋房子里 厕所没有什么特别的设备 只是一间普通的厕所 但问题是那面镜子 那面镜子是如此清晰 半点尘埃都没有 这是不可能的 不要说废弃五十年的大宅了 连没有人打理一星期的房间 也不可能如此干净 而且当我打开水龙头时 流出来的竟然是清澈的自来水 那一刻我脑海中涌现了数以千计的猜测 究竟是谁来过这里 她为什么要常住在这间大宅 她和影片中的女人有什么关系 她对那个女人做了什么 猜疑很快就转化成恐惧 我忍受不了 恐惧完整地吞噬了我 我朝楼下的出口跑去 一步跨了四五个阶梯地跳下去 但当我走到出口时 身后突然响起一声巨响 我回头一看 发现楼梯下有两道门 其中一道门被打开 另一道门则被人用铁链重重地锁上 我想这应该通往地下室 声响正是被锁上的那扇门发出的 仿佛是某人使劲撞门所发出的声音 而且这之中还夹杂着一些模糊的声音声 我愣在原地 更多的撞门声随之响起 且一次比一次猛烈 铁链在门上摇晃的叮当响 我没有再多看一眼 想也不想就拔腿狂奔 飞快地跳过窗框 然后踉跄地逃出这栋大宅 即便我早已跑回自己的车上 那些撞门声和声音声 仍然在我耳边不断回荡着 事隔两个月后 我的心情仍然无法平静下来 你们知不知道 那栋房子里最让我害怕的是 情是什么 不是那道发出巨响的木门 而是打开了的那一道 那道门通往一间空空如也的房间 而那间房间的墙壁 和影片中的白色墙壁 一模一样 这边我给出一些资讯 一面又有人靠腰说 这故事已经被真实讲的了 不要再说这故事真实流量 首先 这段影片并不是在垃圾厂的电脑中发现的 它早就已经在YouTube流传了数个月 而且也不是由发文者上传的 所以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这篇故事 是发文者看到后加工并整合而成的 那么影片到底出自哪里呢 有部分熟悉心理学的网友 提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见解 那些人声称在第四集的开头数秒 画面底下出现了BID这个单字 其实那是B的缩写 中文证明为 身体完整认知失调 俗称截肢妄想症 患上BID的人会觉得自己多顺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因而感到沮丧 为了让自己的身体达到理想的状态 他们会产生截取多于肢体的念头 影片中失去了左手的女人 明显是一名BID患者 而影片应该就是心理资商的会谈 明显是一件事的原因 明显是一件事的原因 明显是三个人 相当对四季一代的没关系 感谢了 有朵sche 有一 english的诚詞 小二